现在呢大家也都慢慢的复工了 所以唯多想要专门来关爱一下那些已经在职场上面的你们 在每次回到家之前呢 请把工作和生活之间做一个有仪式感的切割 尤其是把你工作当中那些压力紧张 还有对于客户或者是同事的不满 或者对于老板的害怕和业绩的压力 在进到家之前呢 先把它释放出去 最适合做的时间呢 就是你在地铁上面或者在回家的通勤的路上 先深呼吸 在吸气的时候你会感觉肺被充满了 整个人是往上扬的状态 然后在你呼气的时候这口气下落 整个人也慢慢的放了下来 那每一口呼吸的时候 你都感觉到你整个人更轻盈了一点 更上扬了一点 我们来试一下 用这个小小的仪式结束你这一天种种的不开心 因为当你把这些毒素带到你家里面的时候 就会破坏家里面能量的感觉 你和你家里面的人说话可能没有好脾气 久而久之不仅影响工作 而且还破坏了最最重要的我们在家里面的人际关系 那如果说这一招不够用 我们再来一招 在你吸气的时候 在你吸气的时候 整个肩膀抬起来 耸到耳边 像是这样 然后在你呼气的时候 一口气快速呼出去 肩膀让重量自己落下来 这样 OK 在你落下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里的肩膀可能会带动你的筋 都有一点小小的疼 或者是往下落的这个重量 就好像是你在工作的压力和焦虑全都被你 放出去了 在你呼气的时候可以发出 的呼气声 感觉在你进到家之前 你已经是一个纯净的状态 回到家带着关爱和照顾 用耐心和爱心 对待你的老公老婆 还有你的小朋友 这样子的话你们家就会因为你做的这一个小小的仪式感 而变得更加的平和 在你受到一些人或者一些事的影响 觉得心情突然不好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一招来快速的释放你的心情 现在的这一刻 如果你是平和的 感恩的 那么你和宇宙就是在相互连结的 你就是在最高的频率上 爱 感恩 和平和 请你的评论区告诉我下一期 你想看什么内容 记得去释放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